完成Power BI安装后 打开Power BI Desktop 在Power BI视窗中 您可以使用资料栏位查看已汇入的资料 使用报表栏位创建各种视觉化元素 如图表、表格、地图等 您还可以使用模型栏位建立复杂的资料模型 以更有效的分析资料 除此之外 Power BI提供了强大的查询 筛选、分析和共享工具 可以让您更轻松的发现数据背后的故事 我们接下来就要在桌面上 找到Power BI Desktop的捷径 好,那Power BI它的捷径 它的图示很好记 它就是一个直条图 而且呢 它在这个地方画成3D的感觉 好,但事实上我们目前都还是在画2D的图 接下来呢 因为我要进入Power BI Desktop 所以就快速点两下桌面上 Power BI Desktop的图示 好,那当我们今天进入这个Power BI 可能您也会看到我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叫做起始画面 在起始画面 当然它左边 最左边 它就会 说这个软体 然后还有 要做什么事情 这里 它就放一些 像新手引导 比如说 介绍一下如何开始使用Power BI的教学影片 那右边是微软公司 它会成立一些像大数据分析的一些论坛 然后它的新功能 教学影片 所以这一个画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起始画面 我们呢 就可以直接先把这个起始画面关掉 所以第一个动作请点选 这个起始画面关闭 好,关闭的按钮设计一定都在右上角 所以请点选右上角的XX 好,那这就是微软公司发行的Power BI大数据分析的一套软体 它的视窗元件包含功能标签 整个的画图区 还有最左边 最左边 它有一个就是画图区跟资料 资料就很 等一下就会看到很像Essal的一个切换 那这个是关联 目前现在都还没有设关联 所以它有这三种不同检视模式的切换 那一般我们都是在这个画图的报告模式 接下来在这边它有筛选 筛选到时候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借由这个往左的三角形图示切换 视觉效果 栏位 像现在栏位是被缩小起来的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档案放进去 它当然最小化 栏位 也没有栏位 当然就不能进行任何的筛选 所以筛选是最小化 那这个放大缩小的图示 非常重要 因为到时候 我们展示我们的报告 我们当然可能会透过把这个地方 就是 把这边必须 这边的操作必须要点它 还有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 假设都开启的时候 你会发现报告很小 所以我们会把筛选隐藏起来 然后栏位隐藏起来 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报告画面 给别人观看 好 这个是展示 那我们的视窗元件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感谢观看 请观看